最后看到就是就是看到什么了 看到一个Xwork就是只是说他这个伺服器server转起来了 但是呢我现在不希望他看到的是就是只是这么简单 他说我还希望他能够怎么样帮我丢一些东西到哪里的丢一些东西到网页上 叫hellojungle 一个讯息 那要怎么做 刚刚我们已经做完M T M就是资料库 然后T的话就是样板 再来的话处理V V的话就是看到什么东西 所以MTV以后的话你就照这个流程 那你很多的专案就可以顺利完成 只是说呢 这个细节还蛮多的 OK 接下来 不过你们就照着步骤啦 云端上有 应该要有的东西 在这边里面 反正这边都有程式该怎么 其实如果你实在是做不出来 尽量用自己打的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你就怎么样 复制贴也可以啦 只是尽量 至少贴你要知道贴什么啦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V的部分 所以V的部分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喔 接下来请你开启 我把它先复原一下 原来东西这些 先把它 恢复一下 这是 这个是 UIL的部分 然后这是V的部分 V的部分本来这个是没有的 那V的部分的话呢 当然 第1个 我们要先写什么东西呢 首先的话呢 请你记得 在V V在哪里呢 V就是在 MyApp 底下 会有一个叫 Vius的 Py Py的一个 Py 党案 那也就是我们这样的程式都写在这里 OK 所以以后呢 会越来越复杂 或者是说你要把上学期的东西 能够在 要能够执行的话 就是写在这里 那可是问题你要写哪些东西呢 一 请你开启这个view Vius 第二的话呢 请你写一个 一个韩式 那韩式的话特别是要在 在那个 在Python里面呢 一定是DEF开头 DEF那我写一个 韩式 一个Function叫做sayHello sayHello后面的话呢 请你加一个什么 传递的引数叫request request的话呢 就是从 别的地方会丢给你一个引数 叫request 就需求啦 反正这个名称的话呢 是一个引数的名称就对了 那你 如果得到这个引数之后的话 你要做什么 Return Return是你要返还 返还什么呢 返还http的response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丢到 丢一些讯息到那个网页上去 那网页 后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字串名称 叫Hello Jungle 就我刚刚看到的 不过你会发现 目前呢 现在他这个底下有个红色 表示错误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东西 他是 在 Jungle里面的一个 一个class 我必须怎么样 把那class给引用进来 那我要怎么引用呢 特别是要 如果你要引用那个 的话你就必须在这边 打一个 Front 一样嘛 Front什么呢 Front jungle 所以其实啊 你可以这样 把这个拿来 参考一下 Front jungle 请你帮我在 Jungle里面找一个 这个 class的名称 叫http 在这个http里面的话 有input 一个什么 input这个东西 因为我要引用它 但你要引用它 你不能说 你就没有 跟它 智慧一声 就直接拿来用 你必须要 input 先input 它 input这个类别 里面的子类别 把这个东西呢 引用进来 那我就可以丢东西了 所以特别重要 View 等一下 就是这个 写一个function 再input 这两 两个东西加进来 View OK 如果 不OK的话 云端上也有 你不就是 先Ctrl C Ctrl V 然后尽量还是自己打过一遍 再来的话 可是你这个View 由谁 去执行 怎么执行 你要告诉他一下 所以第2个的话 请你要 注意View 会对应 URLS 这个URLS 是说你这个View 要怎么去传递引述 然后呢 这个网址 要哪个网址触发的 你要告诉他 所以URL指的是 像我们上面的网址 URL URL里面的相关设定 你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 我要做什么设定呢 请你打开来看一下 他基本上 会有个URL的一个参数 那预设一定会有个admin admin就是那个管理者 如果说我今天这个网址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改 Ctrl C好了 Ctrl V 那改哪些地方 请特别注意不要改错 这个 这个箭头向上 怎么读忘记了 反正这个 是指的是 你网址的开头的位 开头的东西 后面的话呢 如果没有东西的话 因为他这个是admin 其实指的是 你的网页后面加一个admin 那请你把admin 这个把它删掉 然后根目录也把它删掉 加上一个钱的符号 Dolls符号 表示结束 也就是说呢 你要 这个后面 开头跟结束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意思是说原来的网址 开头 结束 这个是他惯用的那个语法 然后后面的话呢 逗点后面就执行 view里面的 哪一个 方选 那我刚刚不是有个方选 名称叫say hello 所以你这边的话打一个say Hello say hello 不过你会发现喔 这个还蛮聪明的一点是 你这边打一个say hello 你会发现他上面自动帮你补一行 这一行本来没有 应该有看到那个吗 变魔术一样 这个delete了 比如说我这边打一个say hello 然后他就会去侦测到 view里面呢 我刚不是有写一个function 但是如果你直接 点两下 上面没有引用他的话 他会出错 有没有发现他自动帮你用 意思就是说 他自动知道说 侦测到了你这个say hello 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view里面 那这个view在哪里呢 在myapp 有没有 的 下面一层 会有一个 方选 叫say hello 所以 其实他的关联现在 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 完成之后的话 那就测试一下 所以在王子的时候 你打一个 原来的就是 东西上面之后 他会执行什么 say hello say hello 里面就是 哈喽 那个 那个什么 jungle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没错的话 那把它save一下 如果你担心错 自己打过之后 你也可以再比对一下 云端上面呢 也有我刚刚打的东西 就是这一串 当然底下还有别的啦 这个等一下再看 就只有这一行 所以刚刚 就是这一行 把他醒目提示一下 刚刚打的就是 这个 Hello jungle 这个 上面的话有一个 from app这个 这个会自用产生 那我们最后save 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再 把它run 起来 最后的话呢 就是按右键 跟着一下 点他 再点这边 执行为 这个 他一样会run 理论上 应该不能有红色的字 如果你有红色的字 你就check一下 告诉你说哪一个 地方有 错误 讯息 那再来的话 你就是要把这个 复制一下 贴到你的网址列上面 把他执行一下 你理论上 就会看到的结果 就是Hello jungle 如果你不要Hello jungle 你就直接什么 Hello什么 Hello Python 你不要Hello 那个 Jungle Hello Python 或者 等等 你也可以打一个中文字 那你会发现 你这边可以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Hello Python 有没有 Hello什么都可以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MTV应该可以知道 他在做什么 所以理论上 城市数量不多 但是都是在了解 什么叫MTV M就是 要跟资料库串联 T的话 Template 样板 V的话 先在V里面 写一个Function Function名称 我们叫sayHello 然后呢 就是 传递一个 传递一个字串 到网页上去 你告诉他说 当 网址 UIL 是 原来跟目录的状态 你就是丢这个讯息 其实如果没有错的话 你第1个 专案就成功了 但是 后面 你会想说 老师这个太简单了 可不可以做一点 变化一些些 可以 不过请先把 Hello Jungle 先做出来 后面的话 还有蛮多的变化 还有可以跟上学期 做的东西串联 你还可以传递一个引数 接到之后 他可以丢不同的东西 让你看到不同的结果 只是说 我们第一步 MTV先确认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